词曲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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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认言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均见吻得受持 圆满如来真实义 我们看我们的嫩眼睛 我们的月数是十一月 我们今天讲剥落 剥落当然我们一般都把它翻为叫做妙智慧 也就是说所谓剥落呢 就是说你不要 要辞取某一个点 不管时间的点或者空间的点 假如我们一有自己发现自己的 不管身口浴三月的这个执着 我们尽量在短短的时间 把个人自己把它化解掉 不管我们在身口浴三月所遇到顺境的执着 或者逆境的执着 我们都尽量在短短时间 然后呢假如我们在短短时间把它 化解掉的话 那我们在禅咒的时候 你在咒的当下就不会 那个执着记忆的回想 刚才所发生的逆境跟顺境 那个无知无明的那个执曲 所以我们今天呢 听经文法就是要了解说 如何栽培自己 那个次第的展开 那个十项的那个剥落 所以 剥落在我们引导的那个阶梯里面 我们把它分文字剥落 观照剥落 十项剥落 那我们光要把这个文字剥落 我们对于修学佛法的 初级阶段 我们几乎都刚开始都一教风行 其实我们刚开始都没有办法做到观照剥落 为什么我们都要先把那个文字的消化 要 刺进去要了解 你才有办法观照 因为它的观照剥落 是从文字的法理的通道 五二五百以后 它的观照剥落是一刹 刹有时间 包括十项的剥落 但是要达到十项剥落 它最重要是靠观照剥落 关照两个字 它才达到这个十项 因为其实观照跟十项它没有界限 它没有界限 所以说我们今天从文字的教育 像我们现在听了文字的教育 假如我们今天能够生口一三页的投入 我们可能在这个年代里面 假如你是有心的修学佛法的时候 你可能也要投资十年到十五年以上 其实你才有办法 所谓真的是执心去观照剥落 因为我们刚开始 虽然有思维 可是我们的思维 所以你把它回想看看 我们虽然听清文法文字了 可是我们一定有一个跌断 个人自己观念的思维 不是佛法本来的思维 你要记住喔 我们一定会经过这个过程 你一定有你自己的概念的想法 你的概念的想法就是助长你的 我们说这个法旨就出来了 法旨就出来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跟人家交流的时候 其实坦白讲 你们也不要生气 我也不要生气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发表自己的法的执着 但是我们刚开始初学的人 不知道我在发表我自己对法的执着 我自己不知道 真的喔 我们可能还会用很多的那个因缘 来是保护我的对法的执着的概念 概念 所以今天我们讲说 剥落 我们都先 建议大家 如果 你的文字剥落吸收的话 那你的观照尽量站在 佛陀在文字里面表达的那个文字本身的含义 而你在看这个文字的诉说的时候 你 千万要记住 不要用我的看法 我的经验 我的历练去 解释那个文字 因为你用你的看法 你的见解去解释文字 你一定会动录我见 对 听得到 所以以后我们跟人家交流 你应该说 我们今天学习佛法 佛法告诉我们法的经验 而你不要去说你的我的经验 因为我的经验对四十一来讲是无可或非 但是我们对佛法来讲 你常常谈我的经验 你在谈你的执着 可是我们以前没有那个高手指点 我们以为这样是对的 因为为什么对 因为被世间法的教育影响 听得懂 所以我们今天学佛法 应该是 看到佛陀讲佛法的那个七块的重点当要 而不是用你的经验谈 因为我们凡乎 再怎么说的经验谈 都是有边界 有见取见 所以我们到现在没有办法解脱 也是这个原因 所以你要去解脱你应该先 好我可不可以有时候五分钟十分钟 放下我的看法 我去看佛陀的看法是什么 所以你们有时候要 要转念 听得懂 因为你要知道 凡乎当他没有明星见性 没有得到滑眼镜 你所有经验都是你个人自己的标准 所以我们只有文字 我们没有办法从文字得到剥露 可是我们现在三种剥露叫文字剥露 要记住 所以我们现在听听文法 只是从文字里面去看到佛陀 他在讲解这个道理 他的我们说窍门 你要有这样的能耐 所以以后人家问你说 猫猫猫你写佛的经验怎么样 你以后要回答 你不要说我的经验 我的看法 你要说什么 我现在看到佛陀所说的那个经文的表达 可能才有百分之六十七十而已 因为你毕竟不是成本正解 你要完全百分之百理解 那你今天已经我子都拿掉了 可是我们我子没有拿掉 我们心里有数 因为有道无道终究将来会自己知道 你不可能 去在佛前去抽签 去拔杯来问佛陀 我现在修的怎么样 你不用再做那个世间法 世俗地的 因为你如果再问就表示你还是无名 因为你对你自己没有信念 那个信心 游所脆弱 所以佛所开示的经典文字 从文字中逐渐一节起物 而开发智慧 所以我们叫做文字剥弱 那我们所谓开发智慧是 欣赏佛陀他的 智慧 听得懂 我们是一个 我们是佛陀弟子 我们希望跟他一样 听得懂 并不是我今天 听清文法以后 我有另外的想法把它 跳脱 可是你的跳脱 为什么 假如说你说 从文字里面理解 可是为什么你的理解 无法帮你跳脱你的执着 诶 你这个修行人有没有自我检讨一下 先了解文字 再来观照 如了解应无所住而升起心 好 我们就用这八个字叫做 如何进入观照 这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拿这个 阴无所住 我们如果以无印来讲 我们从色印的框架里面来阴无所住 从受印的阴影法来阴无所住 从响应 形印 适应的框架来阴无所住 因为儿生其心 其实后面的儿生其心它不重要 因为它是果 阴是阴无所住 听得懂 阴 阴就是我们的过程 你的过程的观照力 就是阴无所住 那阴无所住你先要从文字的理解 哪一种文字剥露哪一种文字的解释叫做阴无所住 这时候我们就要深入金帐 去栽培自己 阴无所住我们就开始 从哪里做下手 佛法的教育的经验 是从阴棋法做下手 因为只有从阴棋法去做下手 才有办法训练无所住 其他的没有办法 因为其他的所有的佛法的教育都是 对于初学来讲 他都只是外繁位的 持善法的有让你 培养 听得懂 可是你慢慢从这个 有所得善法的 培养 慢慢 成功 进步了以后 你如果今天要跟上一层楼解脱 那你当然 你要对你所学的佛法 然后把它提升 因无所住 所以因无所住 它就包含了 所有一切法 你要接受它 在接受一切法的当中 你的意识的意念 要自我教育 无所住 无所住从哪里栽变呢 眼根 一道色尘 无所住 耳朵 听声音深沉 无所住 鼻根 舌根 生根 都要无所住 所以你要从这个六个方向 去栽变你 因无所住 因无所住 因无所住四个字 是可以用我刚才所讲的 技巧方法 科学方法 数学方法 物理方法 化学方法 你自我结照 因无所住 所以之外你以后 在信念无所住的时候 你有时候慢慢 去 觉知你现在眼根看色尘 因为你们现在在听课 所以眼根看色尘 它的境界是很单调的 是固定的 可是我们现在 如果下课以后 我们走出去 我们眼睛看色尘 我们怎么栽叛它无所住 听得懂 那我们刚开始一定有所住 因为我们毕竟是 繁如众生 我们没有有所住 那是骗人的 听得懂 一个色彩出来 你喜欢不喜欢 你一定有所住 不喜欢也是有所住 因为逆境有所住 喜欢的 顺境有所住 所以你喜欢你 一定有少分一点点的起 翻喜心 翻喜心就有所住了 那你如何在延期法里面 慢慢的结官 把你有所住的 正面的 负面的有所住 希望 慢慢减少 你要记住 为什么你要减少 因为不管你对有跟无无所住 他们的法性是什么 一定会生老病死 生猪欲昧 沉猪坏空 所以哪有一个有所住是永恒的 没有啊 所以你看你的肉体要有所住 那你有办法让你的有所住永远保持十岁吗 的那个身体的形象吗 没办法 因为你的成长的背景 延期法就是无所住的教育 你要记住喔 你从出生 婴儿的形象到你现在年纪 他本身的法性就是无所住的生命延期法性 你要尊重你没办法改 所以我们释迦牟尼佛 智慧很高超的地方就在这里 他只是告诉你说 你的生命现象或者你的肉体的现象的变异 这个是不变的法则 听了他不变喔 不管你用什么模式 你用什么气功 障传的卖气名典 你用我们中国的道家任督 歐麦打通了 武器朝元三法继续你都成功了 可是你还是一样 没有办法脱离啊 那个法 宇宙法性的法则 你拖离不了 听得到 你只不过像我们四空定讲 四空定他的寿命是我比我们人类的众生长 太长了 所以我们把他空无边出境的寿命 二万大节 二万节 这个二万节过了你还是会消失啊 你还是不能 拖离那个 沉住坏空生老病死 生住愚昧的架构 你还是没有 你只是把他拖延而已 但是 世间的变异的法性法则 没有因为你是 二万节的寿命 四万节 六万节 我们说非想非非想 触定八万节 可是他还是一样会消灭 会消失 听得懂吗 你看释迦摩尼佛还没有成等症结的时候跟他的老师对谈以后 那我还是没解脱 我虽然已经非非想触定 我寿命八万节 可是我还是会结束 你要记住 所以为什么佛陀跟他的老师对话以后既然都会结束 那我今天把定义培养那么好 其实我还是 对我 所认知的这个宇宙生命的实相 我只是懂了一部分而已 我那个 点线面那个面的部分我还是不懂 所以为什么他要放弃 放弃禅定 然后自己再走自己的路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情况 所以我们今天学佛 不管你是世众弟子 因为 佛陀在印度当年 他只是修行者 于且是他不是叫做出家人 听得懂你要记住 因为印度本身在佛陀那个年代还没有生团之前 因为那个时候的印度的文化的六四外道的用功修行 他们的习惯你是在家人都一样可以修行 他那个年代没有叫做出家人 听得懂如果要出家人的话 印度的波罗门教他们的习俗的话 我们想说出家是离家出走的话 在印度的文化是36岁以后就要离家 印度的文化是 你这个印度接受波罗门教文化的人 你今天用功修行办到 你离家乡越远越好 我们叫解脱 我们的中国文化是往生要回到家里 印度不是 你尽量到外面去不用死在家里 印度是这样子的 他文化跟我们这边的文化是相反的 听得懂 所以你家属的人知道当你 因为印度热 所以他们的早婚都大部分都是14岁到16岁 他们早婚都是这样子 没有20岁的 可是14岁到16岁就已经结婚了 他的文化背景是这样子的 然后到了20年36岁以后 就准备到外面去用功修行 这个是奥义书本身的 会头经典的文化 你以后往生没有跟家里通知都没关系 因为他们说这个自由自在解脱 他们的概念是这样子 听得懂 他们概念是跟我们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如果了解的 私俗地的各地的文化的背景 我们都尊重他的言起 其实都没有对跟错 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执着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 生长背景的文化家庭 就有他背景文化家庭的那个 我们叫做身见的执起就会在 所以诸位你们以后讲话 有一句话尽量少讲 以前我的看法 以前我当老师的经验 以前我是什么 你现在连起心动念都要训练不要起来 因为如果起来的话 你就 害你自己的记忆的法持就会在 听得懂啊 因为佛陀已经告诉跟你 过去心了不可得 你还在记忆 以前怎么样怎么样 未来也是了不可得啊 为什么我们在叫三心了不可得 就是这个意思啊 你不要再去记忆 以前如何 未来要如何 你应该掌握当下 那个刹那不住的因缘 所以佛陀在《诈阿涵经》会告诉我们说 对过去所发生的影像 过了就过了 你要自我训练 不顾念 要记住喔 不顾念 这是回顾的顾 不顾念 然后对未来的 所有一切境界产生的不倾慕 不预设立场 我将来怎么样 我将来像以前师父初学的时候 我将来 我这一世一定好好修行 我将来要怎样怎样 我们都在倾慕未来 都是这样子 对现在所发生的 因为他是刹挪生命 所以坦白讲你都不可能有办法 去直取他 所以对现在所发生的现象不直取 听得懂 假如你对于这个时间 过去未来 现在 这三个点 你能够抓住佛陀的教育的方针 其实你要达到无我 或者要了解无常 其实是蛮容易的 其实是蛮容易的 为什么 因为 用这样的教育 来栽培什么 应无所住 听得懂吗 主任 你看 你今天要住过去的时间 还是住现在的时间 还是住未来的时间 每一个时间 主任你把它内观 你看 不管过去现在 未来 你说三个阶段 其实你真的把它截观 其实过去的当下 等于现在 等于未来 未来的时间也是 将来的那个过去跟现在 你要你自己把它回想看看 所以 过去现在 未来 会有这样的三个时段 是因为我们凡乎的记忆 给它造成的直取 其实 他们都是一件事情 哪一件事情 如梦幻泡影 告诉你 他们都是这种事情 都如梦幻泡影 不然主任你 你再怎么定例 你把昨天所发生的因言 今天把它 复制一次 跟今天一样 有办法吗 没办法 因为因言的关系 佛头 佛头很厉害啊 很有智慧啊 为什么因言的关系 持有故必有 因为昨天所发生的有 跟今天早上起床 发生的有不一样 所以就持有故必有 所以你没把它回想看看 所以 既然昨天所发生的有 跟今天的有 我都抓不住 既然都抓不住 请问你未来 那个因言的时间空间 你可以抓得住他吗 抓不住他 所以总结条 我们愿意接受佛陀的教育的话 其实我们当下就可以叫解脱 解脱不需要闭关 报复之后 解脱不需要闭关 反而 后来的这些修行人提上闭关以后 他们法更容易堕入常见有见 可是佛陀当年的教育啊 你看喔 你只要看我们的公案的时候 佛陀当年教没有闭关制度的 因为闭关制度是公法 闭关很容易造成灵跟利的生情 很容易的 因为佛陀那个年代从来没有叫目见灵 你闭关三年三十年 带着出来 从来没有这种教育 都是当下 那个理解力 你像我们这样读 愣言经都是理解力的教育 洞察力的教育 观照力的教育 都只是这些教育 所以我们从 嬴无所住 这个叫文字剥落 的教育 我们就举一反三 自己在日常生活 假如你刚开始 听到佛陀江的话 你还无法理解 但是你慢慢沉淀下来 然后自己摸索看看 到现在你活到现在这个年龄 哪一件你的脑筋的想法 都能够住一个月 那个想念都不动 可以吗 师傅你讲一个月好像太长了 一个小时我们就 被那个变异的延期给变了 你还要讲一个月 有一个人他 我说你有常见好了 我问你你的常见可以 保持多久 回观反照一看 我的常见等一下那个延期变了以后 我刚才那个常见的执走 就被我刚才 刚才那个常见的延期 如果以方位来讲在东方 那等一下呢 过了五分钟跟我讲话的人 是站在那个西方 结果 我就转头去看西方以后 我刚才那个东方的发生的事情 我突然也忘掉了 为什么 被现在看西方的阴眼给取代 所以这个是不是叫变异性 时间的变异性 空间的变异性 就是因为这样子 我们才叫做因无所住 那你如果了解变异性无常性 因无所住的当下 你那个心态把它保认 所以才叫做儿生其心 那个生情就保认那个因无所住 听得懂啊 所以就算你们常常 在用功的修行里面 你们要如何做到呢 要如何关照自己呢 要关照自己有所住的盲点 希望在短短时间把它改掉 转念转型 你只要做这样的事情就可以了 这样这样 所以这时候你二六十钟 都安住亲近心 儿生其心就是亲近心 无杂染的心 的念头 无杂 我们现在讲的就是文字波罗 那我们刚才在讲文字波罗里面 也跟你讲关照波罗的应用 听得懂啊 那个也是关照波罗的应用 假如你应用的此生空 那个当下就是十项波罗 所以十项波罗是接受什么 接受你生老病死是正常的 所以你不用再用排位延长寿命 你不用 听得懂 因为你在用排位延长寿命 还是无法脱离生老病死 听得懂 你永远无法脱离的 你就接受 反而接受你不住它的话 你的寿命反而更长 因为你要知道我们的寿命的短 它是在哪里短 因为有所住有所得 所以才会寿命短 你如果无所住无所得 你的寿命反而无意中 你会拉长 因为你要记住我们所有人肉体的生病 那个肉体的病 他 我们如果读那个生理医学读久了你就知道 因为生理的病 朝阴点都是因为三毒五概的贪心 撑心 疑心 慢心累积下来的毒素 听得懂吗 累积下来我们今天才有肉体的反应 听得懂 所以之前我们在应该上十五年前 二十年前 我们的坊间不是出了一本 疾病的希望 你们有没有看过 如果没有看过你没上网 Google上网疾病的希望 他现在告诉你 一个人的生病 他追到他的心理现象去 我这一本 我本来 有三本书 我看了要把它整理 我都没有时间整理 结果那个三本书都 有两本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我已经 就是一个人会得肛癌会得生命 并不是病 给他造成的 因为他从他的 无名的隐性的心理现象就一开始 你发现不到 他就已经慢慢形成了 就已经慢慢形成了 所以你们如果有因缘 去上网去查一下 疾病的希望 他那名称是这样子 所以因无所住我如果懂 我告诉你的病就会 越来越减少 因为最少你的心理病没有执着 心理病没有执着 你的那个 那个我们终于走响的那个打结 那个结 他就会融化掉 你要知道 然后我们就用这样的心 一直保持 10365天啊都是而生其心 你都安住喔 好 生什么 或依听经文法而了解含义 这时要去关照 所以我们有时候 要训练啦 关照的那个能耐 因为我们现在的用功修行 我们如果对佛法把它当做宗教化 你的进步不进步都会推给那个佛来决定 推给三宝来决定 这时候你的节照力就会薄弱 因为你有依赖性 当你有依啊 你今天的节肢 节照就会薄弱 你就会 你就会薄弱了 啊我们要想办法 听经文法了解这个 一离以后啊 因为我们从文字了解一离 其实我们刚开始学有不可能 马上对文字的了解 可以百分之百的了解 不可能 你有时候 光了解这个应无所住 你可能要 而且 又要把它应用的恰当 你可能都要薪息 5年10年才有办法 应用的恰当而已 不然你只是嘴巴口头惨 口头惨啊 讲给别人听 我们自己在自己的身上 遇到境界以来还是有所住 因为没有有所住 不代表我的性格 你知道我什么人吗 我爸爸妈妈呢 你知道我什么人呢 我哥哥妹妹呢 这个直走又来了 听得懂 所以你要记住 这时候应无所住是不是变成口头惨而已 都欠别人做 自己原地踏步不用做 听得懂 师傅现在也是讲经法说欠你们做 我尽量等你们做成功再来影响我 好不好 你们都默然答应了 要记住你看又有人点头又有人微笑 好 然后呢 这时要去观照 观照啊就是实践思维的意思 也就是我们一般讲思维修 我们现在佛法 对于这个佛法 的理解 我们大部分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把他宗教化 神格化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佛陀在世跟那些大欧罗汉 佛陀在世那个大欧罗汉对释迦摩利佛并不是把他当作佛 并不是 你要记住 所以佛陀跟这些的弟子为什么可以相处 听得懂相处在一起 无二平等 因为你也是人我也是人 只不过你这个人啊一定有很多节知节照力 赢过我设历子赢过我目见脸赢过我家设尊者 听得懂所以我今天佩服你是佩服你的节知节照力 而不是佩服你是王子出家人 不是佩服你这个人 所以所以你要记住 这使观照就是实践思维的意思 因为我们现在的用功 的修行人世众弟子 把我们佛法 把它佛教化 所以我常常说佛法佛学佛教 佛陀当年的传法是佛法 久了以后呢 把佛法 造文字以后就变成佛学的研究 再来呢佛学的研究的能力也不够 好吗 不如亚印对白佛教宗教化 听得懂 我们节知的那个实相啊 我们就已经忘记了 听得懂啊 所以以前我 我现在已经比较了解佛法 所以我会回想以前 我拜了一个老和尚 他只是告诉你 你好好用功一直拜佛会忏悔业障 会消除 我们 我第一个 第一次听到某某大德 他在教育我们的时候 他给我们教育的观念 从第一年到二十年三十年都是这个教育 都是这个教育 这个就是佛教的教 听得懂 宗教化的教 你只要你都拜佛 都用功都回向 你的业障会消除 我们 我第一次的那个 教育的那个脉络啊 第一个今天都是这种教育 这种教育 我们有没有去做 有没有实践 有 但是你如果会跟好的人 就开始会检讨 因为你做了二十年了 哎呦啊我二十年我都听 某某大德的话 我一直礼佛一直拜阿弥陀佛拜观世音菩萨 我已经过二十年了 然后我自己就会想说 往后的二十年 还继续这样的二十年 还是这样的模式的二十年下去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二十年 已经投资二十年 他的结论结果都是这样子的 那我如果再花二十年 那应该情况也跟现在差不多啦 难道那时候再经过四十年会有奇迹出现吗 我们佛法的结物结查没有奇迹啦 只有你的天经文法 你的私维修的理路要清楚啦 我们没有奇迹 没有一天 你以为以后 有一天奇迹你看到瑞相看到光 你的结物绿就会打开吗 没有 反而迷上加迷 所以你们现在用功 到现在没有看到瑞相 我告诉你 救了你 恭喜你 我告诉你 你要看喔 你就 你就永远都是一辈子都早有早有 听得懂 你说一辈子都是早有了 那我们早有啊 持有故必有产生以后 我们一定会有烦恼之走 你自己就会产生喔 不要别人跟你鼓励 你自己就会产生 所以你要想办法 听佛陀的话 我们到底观照在观照什么 比如说我们讲五印皆空 我用五印皆空 常常在打坐我就想五印 思维修五印 思维修五印就是你在观照他 这个我们讲摄印 昨天的摄印跟今天的摄印 你看他有没有变异 昨天我的肉体 虽然我每天遇到我家里的人 可是我的时间跟空间的不同 昨天的七点到八点 跟今天的七点到八点 虽然也是同样我的家里的人 可是五印所发生的那个现象 好像不大一样 这时候你就去节肢节照 听得懂你就是节肢节照 你不要去找答案 或者自己对那个境界 自我聪明说去打分数 你不用去打分数 因为你只要接受 他 好的境界来他也在变异 坏的境界来 奇怪他为什么会变异 所以我们反乎的人 前五分钟生气 后五分钟又高兴 所以很多人是说 哎哟那个神经发生了要住在神经病院 其实我们这个地球啊 八十一种人口都是神经病啊 包括十五在内我们都是神经病的人 你不要以为说关在那个那个地方叫神经病的人啊 为什么 因为昨天的想法为什么跟今天起床想法 你为什么不给他统一啊 叫做啊 思想永远不变 请问你做到吗 做不到 为什么 因为你的响应 我们说色受响形 这个响应啊 没有那么乖 那个响应啊 所以你一定会被 持有顾比有的因言 在你的眼跟看色尘耳朵听声尘 你的响应想法就变了 而且那个响应变的速度很快 所以就有行运 深处欲昧 听得懂 所以我常常讲说 某某人 我打坐看到我的妄想 我就问他 请问你看到你的妄想 你有没有把你的妄想 把它定一个小时 他说什么一个小时 一秒钟都没办法 马上就奔波啊 尤其以后我们看到哪一个欧罗汉 他就是用深处命运 深处欲昧来结照官照 而证欧罗汉国 以后我们看25个法门 启动了一个 他跟释迦牟尼罗汇报 我只看深处欲昧的变异 我就知道深处欲昧就算你想要执着我去操控他 你也乖乖不用再去操控他了 因为操控的当下也是深处欲昧 请问你怎么去掌控 没办法 所以如果你了解 观照 然后实践思维 如思维什么事 因无所住而生起心 生什么心 生无所住的不着心 你要记住 我们今天要说 而生那个心 那个心就是因为我不着 我今天才在时间空间 我今天才完全会包容他的存在性 存在性的 然后生无染的心 我们就不会有自己的意见 我们有自己的感想意见 以后人家跟你对话 我们今天写佛 当然世间人其他没有写佛 我们当然都要还要配合他的言词 我们如果已经听清无法的当中 所以你要记住 人家问你说 某某人你现在听大波落经 听任远经你现在什么心得 你要直接跟他回答 我的心得是找不到有心可得 我到现在还找不到有心可得 你还要问我心得 请问 所以我的心得是什么 看到心 找不到有可得的地方 听得懂吗 好 如果你这个慢慢理解以后 你喔 对一切法的所发生六根六成的那个 境界法的执走的那个主动执走的习气 你慢慢就会减少 这个就是聚生我值会减少 你要记住喔 聚生我值是习气喔 是你眼跟看色者 你连都还不知道有分别心起来 可是你的脑筋就是空白了 可是人家问你 你的执走的时候你的答案就 嘴巴喔 速度好快就把他扁出来了 喷出来了 不然喔 师傅跟你们提醒 你可以尝试看看 你的家里某一个人问你一句话 请问你在回答的时候 请问你有没有先思维再回答 从来没有你看你们都摇头了 因为你们扇根好所以摇头 因为我会依照我的惯性的习气 马上回答给对方 所以你真的是摇头是对的 因为你没有起心动念 可是我们现在追问第二个问题 你没有起心动念 可是你还可以回答对方 请问这个细微处你有没有把他追出来 这个就是摻话朵的摻 听得懂啊 要去找啊 我都没有跟他 我本身在回答对方的时候 我没有起心动念 为什么我可以回答得出来 这你想一想 如果这个 原因你慢慢可以想得出来 你以后的习气 那个看不到的 藏在那个土壤 我都开玩笑讲说 藏在土壤的那个习气 你慢慢就会把他挖出来的 所以我后来才知道 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习气 手干扰是习气在回答 不是你在回答 什么习气 惯性 所以我们不是在四十字堂上被人家讲吗 那个某某人喔 我的爸爸我的妈妈喔 其实他们还没有回答 我当他的儿子女 我都知道他们要回答什么了 我已经知道了 所以我会告诉我爸爸妈妈你不用回答 因为我知道下面的答案 听得懂吗 为什么 习气 听得懂吗 他说习气喔 所以我们今天在 云无守住而生即心啊 我们从这几个字 那个六祖所测悟的那个言语 我们了解以后啊 以后我们遇到的任何的一个境界的发生啊 你的无守住的那个习气喔 那个比例会越来越少 如果你的无 你那个有守住的习气越来越少 你就进入了无守住 因为无就包容一切嘛 一切的 如果我把这个无解释另外一个解释说 这个无就是 桌片法界 横杀法界 所有的在横杀法界所 所发生延起的住 我这个修行人都接受 不在有守住的那些的住 所发生的住里面 我用我的那个经验的标准 我看法的标准 我习气的标准 然后我把它说三道四 说五 说六 说七 说八 那你慢慢你就会培养你 不会再起好之心了 你以后就二六十宗 我们讲二六十宗是你个人 要自己绝照清楚 持五顾鼻鼻鼓 安住持五顾鼻鼻鼓 这个五不是否定的五 就是不找一切相 叫做持五顾鼻鼻鼓 听得到 你要慢慢栽培 我们希望你都听清文法以后 然后落实用功 在哪里用功 六根根六成用功 所以在杂阿涵经把它叫做 根立以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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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身无守住的不着心 身无懒的 无懒的心 就是我 无懒是包括有边的执着跟无边的执着不扎然 所以以后你们看到 你要记住他的解释一定都含有五的解释 你不要说只是说 我对有边不执着 那人家问你那你对无边会不会执着 我们讲无懒 我们佛法讲不执着三个字 它包含 有跟无都不执着才叫不执着 不能说有不执着 那人家问你无呢 无你还是执着的话 那你不是在无里面又执着一个有 听得懂 所以你的无就变成有 好 再来 这些要如何安住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大家已经了解这个道理 那你就要靠三谋地来安住他的 也就是刚才那个道理有无守住 到了你要把它延续 这时候你刚开始出学者 用比较笨方法 记忆两个字 就是记忆我刚才讲 因无守住 而生起心这个先用文字剥落 先把你塞一塞好了 先把每天反复的 练几遍 练几遍 复习几遍 然后让我的应无守住而生起心的记忆 在我的脑筋先左右脑 不管你的左右脑功能你先把它记忆成功 以后你二六时钟 所谓二六时钟 是什么概况呢 就是眼根看射程 耳朵听深沉 听得懂啊 所以你们要记住喔 假如你的节照力 很敏锐的时候 我们现在 现在我在想上课你们在听课 你永远要记住 你的六根没有刺地 它是同步发生 你要记住喔 说没有啦 我现在在听你的课 我的耳朵啦 错了 你光耳朵不然你 你没怎么在听课的时候看到我 所以你听到声音不是同步 你的眼根的功能作用也在 有没有在 请问鼻根的呼吸有没有因为 你听课的时候它停止 它没有停止它在 听得懂啊 你的舌根虽然没有讲话 但是会吞口水啊 他们是同步在啊 所以你不用 你不用以为说 当我们一个根发生作用 其他的耳根 它是排队出现作用 没有 都同步发生 如果没有同步发生的话 我都眼睛看射程 那我们告诉我自己 那鼻子的呼吸停止 那你不是叫我叫掉了吗 是你的呼吸在啊 听得懂这一次 如果你这个懂了以后 我现在跟你讲这个道理你懂喔 以后后面四个字你就懂 这个叫一体前观的境界 一体前观 不管你耳根 当主角 你所有的眼跟鼻跟舌根是配角 深根也是配角 其实坦白讲 没有主角跟配角 只是我讲一个屁语而已 因为你在耳根听东西的话 你说耳根是主角 我告诉你 第一个会跟你吵架的是深根 因为你的耳根要靠我的肉体啊 深根啊 怎么会说你耳根听声音的时候 是耳根线 没有 假如我没有身体给你的话 你听耳根怎么线 是不是会吵架 你要记住喔 都同步 同步的 如果你这种节肢力 节肇力懂的话 你才知道那个当下 就是阴无所住 听得懂 我现在阴无所住是站在我们的肉体的 六根的功能性喔 来看看你说哪一个根是老板 哪一个根是部下 没有 大家平起平周 一个延期如果眼睛当主角 当延期后其他的根是同步的 你没有办法讲次第喔 哪一个叫做先哪一个叫没有办法 所以我讲这句话喔 你回去思维看看 如果你思维能够成功的话 那后面的无所住你就会做到 你的无所住就会做到 所以才叫因无所住 你应该生起亲近的平等心 叫做生起心 那个生起心就是 不计较 不分别 不足及 那个心就是 同步同然的发生 同然的发生 所以说这心要如何安住 安住在什么境界 要住无所住的境界 你要安住在无所住 无所住就是亲近平等 听得懂吗 亲近平等的 可是我们在讲解的时候 会次第跟你讲解 可是功能作用发生的话 没有办法讲次第 所以以前我们讲大波多天讲18宫 内空 外空空空空大空有为空 你以为说 我们今天训练空是一个 一步一步来吗 没有 你一讲内空 其他的外空 其他的内外空 其他的毕竟空全部都 一体前观的发生 只是我们今天在教育的时候 我跟你讲这个昆门别类的细节而已 可是当功能作用在的话 他是同步的 所以我们眼睛看东西 难道你鼻子不呼吸吗 有没有同步发生 你耳朵在听课的时候 难道你会叫你的 我现在耳朵要听课的话 请问你的鼻子跟那个眼睛停止 你可以这样讲吗 你可以这样讲你就多路断见 就是那个印度早期那个断见空见的 听着呢 好 以世间法言 停在某处我们叫住 我现在前面我们是讲圣意 现在下面讲世间法来讲 什么叫应无所住那个住 以世间法来讲我们停在某处的安住我们叫住 无所住是叫我们不要固定停留在某一点 是有所住啊都了解清楚 所以我们不要再停顿在固定的点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住啊 把它前提化 不要有切割的 你这个时候才可以叫无所住 所以无所住变成就是 包括时间空间 的一切住啊 我这个用功修行呢 一抵前官都把它安住 那才叫无所住 可是对我们法案律来讲 定力不够 现在你理解力动喔 可是现在 那个自我回官的那个住的定力 我们可能刚开始法案復法 真的没办法做到 没关系我们就一个一个来 你就慢慢举一反三 把这个 有所住这个住啊 有点的住 变成线的住 变成面的住 所以都了解清楚 所以 顾无所住 是所有的住现象都要清清楚楚 不容易呢 之位假如我们的专注点是眼根的话 我问你一下就好了 假如你跟我讲话 你在嘴巴跟我讲话 好 你是不是只有用到舌根 舌根讲话嘛 你要舌根讲话 在舌根讲话的时候 你的关照力 你有没有关照你的鼻根的呼吸跟眼睛看对方的那种节照力 你在讲话的时候同步生起 没有 因为你会被跟我讲话 那个当主角 给取代一切的五根 可是我告诉你 其实你的五根都没有 其他五根没有消失 师父这样讲你们听得懂吗 讲话 你跟我讲是舌根当主角嘛 其实我告诉你每一个人都当主角 但是世主帝不得不方便说 好 你跟我讲话 舌根当主角 呼吸的鼻根当配角 眼睛也当配角 耳根也当配角 有可能吗 你把它细维师维修看看 佛陀只是告诉你 因为你现在是言其法 持有故彼有 所以是那个暂时而有当主角 不是他永远当主角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当主角的机会 每一个六根一到六层 那你如果说 你说眼根当主角 我告诉你 你认识差别那个异根如果不作用 请问眼根看射警当主角又有什么意义 你要知道我们的记忆是异根所对的华城 眼根 你今天才有办法内心 人家问你你刚才听到那个声音 你还记得他讲什么声音吗 你如果回答说 有啊我可以记得出来 你回答这样是不是 一根所对华城 同步发生作用 是同步发生作用 所以才说 回世家讲 眼根啊 九延伸 耳根八延伸 而且这些眼都同步 你根本没有办法说哪一个功劳最大或者最小 因为一个切一个眼以后啊 其他的都没办法作用 天哪都不可能作用 如果你了解这个的时候啊 你就知道这个无所住三个字的解释 因为我现在解释无所住是站在六根齐花 六根圆板齐花 所以无所住 的功能作用来跟你解释 那我们现在对境界 前面是六根嘛 那我们现在讲这个对外的六层 对外的六层 所以你也一样啊 安住无所住 使所有的住的现象我都清楚 然后我不主动直取 当下的节观力 要能遍满时光 而且知道这些现象是生命远起的正常现象 于是不被任何希望的境界所迷惑 这个才叫无所住 你们如果师父写的这个比较更白话 你们要训练你们二六时钟的无所住 你把这个这一段的这个比较白话 把它记住 先用读诵记忆力把它记住 然后要记住喔 然后应用在二六时钟 你跟你先生谈话 你跟你太太谈话 你跟你 儿子女儿谈话 你可不可以安住无所住 来跟他们对话 听得懂啊 假如你一 一产生说 我跟对方的对话 或者他的动作 我产生高兴的心 或者不高兴的心 起来后 我们都已经落入有所住 告诉自己喔 你们如果 训练你的节照力 这种无所住的节照力 不是有另外功课 定的时候我们才去训练 没有 是二六时钟 你都要 自我节照的信念 如果训练成功 无所住就做成功了 那个无所住成功喔 你看你下面剩下什么心 就叫做清净平等心 你那个心才叫做真正的清净心 所以叫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那个心就是 无杂然的清净心 非常清净心 这时候如果你以这种 天经文法的文字剥露懂了以后 然后你又 又经过思维修一直筛选 一直过滤筛选过滤筛 你懂了以后以后你打座 绝对没有忘念忘想 没有忘念忘想是这样培养起来的 不是用压抑的 的咒语圣号去压他 不可能的 你只有用理解力 把你的那个直取点 发现到 然后呢把那个直取点发现到以后 第二步的勇于勇气 把它转化 把它融化掉 这是只有的观念 把它融化到无所住 那你二六十中啊 就是 清净的修道人 二六十中 不是我们固定打座的时候 那个才叫修行人 行住坐卧以莫动静体安然 体安然就是无所住的公屋 因无所住的公屋 就体安然 故无所住 并非断媚见 因为以前我们初学的时候 我们都把那个无 用那个火定词的无来解释 我们那这早期还不懂得 这无叫做不止取三个字 都把那无 好啦那人家问你 你刚刚来看什么 有看没到 所以不知道我看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在训练无所住 眼睛如果看射诊不能有所住 所以我就是这样子 哇 我们这个 每一个用功修行人都变成那个 木头人机器人 不是这样解释的 因为你这样解释会堕入断见 断媚见 因为你会火定 而是没有固定的记着与心中 所以无所住是告诉你这个用功修行人 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 尽量不要有常见 所以你们如果看电信诗文也是训练 那个无所住的境界 你会不会有所得有所住 因为你现在要修行 听得懂你不是要跟世间人染污 可是电视新闻一打开都是染污的境界 假如你没有学佛的时候 他都在教你有所住有所住 其实不是他教你有所住 是因为我们看电视的这个人自己有所住的边界造成的 听得懂 并不是那个电视的那个荧幕 有所住没有啦 他没有有所住 称心 秦心 疑心 慢心 嫉妒心 调举心升起 只看到什么升起 生命的因缘现象在变异升起 听得懂 生命的因缘变异现象升起 你这个节观的修行者 不要主动漏入千套 听得懂也跟着摘下去 如果跟他摘下去 你虽然不是当事者 但是以后你会有异业的供业 听得懂有意念的供业在 你虽然没有深业跟口业 但是你还有意念的供业 听得懂 所以你一打坐 就会浮现上来 这个就是异业的供业就出来了 听得懂 如果我们定力不够的话 我们就暂时割舍不要看 不要看 因为马上会被着边所影响 听得懂 我们现在跟大家讲是 你是为了要解脱 为了要解脱的话 你可以用那些某一些的境界 来回观反照来 考考你自己 是这样的意思 我们并可以 如果没有固定的 记着于心中 我们并可以来气自主了 一切的境界出现 都叫做来跟去 眼跟看射诊有来去 耳朵听声音有来去 我们就不会被他游手住 然后呢 我们就来气自主 不被任何生命境界受影响 是这样的 譬如我们学驾车 大家都有学过驾车 然后必须先背熟交通规则 通过考试后 且能应用制度 我们今天学佛也是一样 我们今天要把学佛 学到无所住的成功 我们刚开始对 学佛所认知有所住的善法 我们要吸收 现在我们听经文法就是 吸收 这个有为善法的无漏法义 所以你要一直欣识他 然后欣识给他成为一个 无漏的善根养成 听得懂无漏无为的善根养成 你如果无漏的善根养成以后 我告诉你 这个就是会官的教育成功以后 以后你眼根看射程 你马上 发现 你怎么没有跟以前 那个习气一样 那个主观的观念就升级 就没有了 慢慢就会减少 因为你已经被教育 凡有所得有所住都是 如梦幻泡淫如露依如殿而已 我不能说他没有 所以我们叫暂时而有 可是暂时而有会变异现象 会如梦如患如扬夜的现象 如果你能够知道以后 用这样子来应用自主 才不会犯规 才不会犯规就是我们以修行来讲 才不会自己起心动恋 听得懂吗 听得懂 然后呢 借力是让我们解脱的 刚开始 我们耶稣三夜使他不患 就是深夜 苦夜 医夜 让他不患 渐渐了解所有会影响真如本体显现者 我们都要遮止他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 患戒或者执走戒 因为你患戒执走戒 你都会障碍你的节奏力的推广 你要记住喔 你一定要记住佛陀守治的戒定会 为什么前面都加无漏两个字 听得懂所以无漏戒无漏定无漏会 听得懂 所以我们的了解这个戒的他的本意是这样子喔 因为戒本意都在看 因为患戒的人他的起心动念 都是患了什么起心动念 都已经先患贪心 秤心 疑心 慢心 季度心 五米心 我们的深夜口夜才患的 听得懂吗 所以我们今天不想自己患戒 是不是要先 勤姐先勤王 勤王就是异业嘛 那异业为什么我们今天 眼睛看射程只是工具喔 然后引发你异业的直取 那我们今天 靠听经文法 在你眼睛看射程的时候 我们因为听经文法 我们就把我的意念 就不再说没有听经文法 那时候反乎念头的那个 囤积 因为我现在囤积什么 听经文法法义的理解 我就把它转念了 听得懂啊 转念了 所以我当然就眼睛看射程我一样照看 但是会发现 你眼睛看射程这样的用功的 节肢节肇的修行人 就发现你已经不会再主动起好奇心 早有或者早无 早依有或者依无 早恢有恢有 这个才叫做什么 应无守住而升级心 这个也叫应无守住的 所以 接力原来是帮忙你解脱成就了 所以我们都叫做从有落戒慢慢听经文法以后 我们进入无落戒 无落戒的 所以渐渐了解所有会影响真如本体显现者 我们都要遮止他 所以为什么要持戒或者进入境戒 故戒力是在保护你不要忘失菩提心 你要记住 因为菩提心就是成等圣洁的心 你要记住我们的戒定会他终究的目标是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你要 升起成等圣洁的心念 你不要持戒或者修定 都变成 停革在持戒的范围 修定的停革在修定的范围 而忘记的无上正等不停 你已经把它忘掉 好 若不了解戒力的含义 会无远无故的犯错 真如本体会被掩盖而无法解脱了 你就没办法解脱了 若说持戒是着象 这是不懂法义 戒能让我们更自由才对 可是我们如果持戒的人把戒力弄到不自由 那是你个人持戒的问题 跟佛陀讲那个戒力的道理 是因为你没有 持戒的没有通达的关系造成的 可是佛陀的戒定会是三如肉 永远要记住不是三有肉 那你如果把戒定会弄到有肉 你要检讨的是你 你不要去找释迦牟尼佛的麻烦 你要找你自己的麻烦 为什么你没有 通晓这个法义的义理 听得懂吗 好 所以若说持戒是着象 这是也不懂法 因为这事都度断见 听得懂 戒能让我们更自由 不自由是因为我们不知 自由的真正含义 我们讲这个自由真正的含义 这是前面的无所住才叫真正的自由 不会被一切住所绑 听得懂 并会被一法首绑 这个才叫应无所住 这个应无所住 如果做到当下的心 绝对保证是亲近心 无杂染的心 因为我已经不会住有边跟无边 不会住有边无边 可是你现在剩下什么 绝照的亲近心 绝照力的亲近心 所以所以以后你们就要 有一天你们不小心 吴玉宗累积那个 用功的那个道义的资料 有一天你就会吴玉宗进去了 那个无漏心的绝照力 真的是无漏心的绝照力 只有剩下那个无漏心 阿纳波纳的绝照力存在 如果你们能够碰巧 这样的境界 那个境界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 有余依内盘界 有余依 为什么叫有余依 还有肉体上 这叫有余的内盘界 好 故啊佛啊 智界是为了帮助我们 将所有的 会啊 妨害了解真如本体的故事 要一一排除掉 这个才叫做慈界的 含义 听得懂 我们今天慈界也是为了要 明心见性 我们才慈界 我们不是直接去抓自己的弱点 抓别人的缺点 听得懂 然后以这个为快乐 你看 不是以这个 你是 直接修订是为了 包括发挥是为了明心见性 为了发远镜 我们才要走这一条路的 好 这才是 借真正的本意 当我们 全部了解之后 才明白无所住的本意 也就是说我们 借定会这三个 都可以让你 进入无所住 所以叫三无漏学 但是你如果 这个用功修行人 没有把借定会弄懂 你自己越修越有漏 那是你个人的事情 可是佛法的本意不是这样子 佛法的本意是借定会要入三无漏 不是三有漏 你要记住 好 所以当我们了解以后 我们才明白无所住的比喻 故无所住会让我们更包容 因更包容我们才会生起无漏的心 这才叫做观照波落 你看我们观照波落 要观照到这样的层级 听得懂 观照波落 好 十项波落 其实十项波落 是把前面观照做好 那个观照及十项 十项级观照 因为十项已经完全不要再起心动念 完全接纳一切的延伸延昧的因缘法 在接受延伸延昧的因缘法 这几的内心不再打分数 不再说有对还是五对 还是一有一无对 还是非有非五对 或者错 就没有 这个叫做十项波落 听得懂 十项波落不是有一个瑞相让你看到 叫十项波落 十项波落真的有境界让你看 看什么 饿了会吃饭 口渴会喝水 十项波落 真的我现在跟你讲不是戏论的话 是真的 那就是叫十项的波落 好 所以十项波落的境界是不惜操作 只要观照现象界的本质是无所住 就是无住 就是我不再住一个标准 所以有人问你说 某某你看眼睛看上有什么标准 我建议大家如果你学佛 你不要回答啦 因为你那个回答 坦白讲对方也不一定 你跟他回答他对你的答案满意啦 所以干脆不用再去回答了 听得懂啊 你就说 你要自己看就好了啦 因为无所住竟然要无所住 你不要再去回答那个有所住的答案 因为漂亮跟丑没有标准啦 听得懂 世间环乎的人道啊 他只有夜眼的标准 就是夜报 夜眼的标准而已 听得懂没有什么叫没丑的标准啦 所以我讲这句话你不信你自己思维修看看 知维修美修碼 只有夜眼的标准存在而已 哪有善这么没丑大小高低的标准 沒有這回事 你說180公人很高嗎 不高 你跟MBA打籃球的人200來講 你180加高 人家還說你很低 聽得懂 所以我說高低哪一個叫做對 哪一個叫做錯 沒有 聽得懂 你去看 打MBA的人最好都200 你是打撞球的你要不要200 你去看全世界打撞球那些要不要200公分 不用 聽得懂 所以為什麼會這樣問你們 因為延期法的關係 聽得懂 打籃球的MBA的延期要高一點 如果高一點動作又靈敏最好 如果你高 笨笨的 人家也不想用你 因為反應太慢 聽得懂 反應太慢 可是我們今天打撞球的只要適當的身體就好了 身材就可以了 聽得懂 為什麼 因為陰眼的關係 沒有固定的標準 好 如果這個我們接受 我告訴各位這個叫十項剝落 十項剝落是接受 觀照剝落所發生的延期性 我自然而然就接受了 然後在這邊你要自己截觀 反正什麼叫十項剝落的訓練成功 你眼睛看射程都聽聲診 這些的延期造成你 你發現你沒有被三肚蓋吸氣所干擾 然後你保認五分鐘五十分鐘 那個境界都叫十項剝落的境界 十項剝落境界不是瑞相喔 不是見光見花叫十項 不是 餓的要吃飯 內的要休息 口渴要喝水 十項剝落 這支 你要知道他是十項剝落了 好 所以他是實實在在的真實項 這境界不是無項 十項是無項無不項 因為無項是無 無不項是有 所以十項的人是有邊無邊 不主動直走 所以當下就叫十項剝落 所以叫無項無不項 這個無不項這個無 你們盡量把它解釋不止取的意思 這是我不止取相 我不止取不相 不相就是無邊 就是我不止取無 他是不掛愛一切相 因為二邊不早才叫不掛愛一切相 又融會一切相 皆含本不生的真如底線 因為我們是只有故 比我們才有生 不過那個法 假如你沒有生的話 那個法就是法爾魯士 比如說我現在要講一個例子 我們眼前看這個佛像 莊眼沒莊眼是這個佛像打電話給你嗎 沒有啊他沒有打電話給你 你現在看我的佛像在莊眼像 這樣不莊眼像 他沒有打電話給你 聽得懂 那你們現在在聽歌的時候看到 這個眼前這個佛像 就是揮像揮不像 這樣聽得懂嗎 你們現在在聽歌的時候 你們六根手一到六成的這個佛像的境界 你們現在安住那個境界叫什麼 揮像揮不像 聽得懂 所以你沒有特意直走這個像 可是我雖然沒有特意直走這個像 可是這個佛像在聽課的因緣像 就是擺在我們的前面 所以就叫無不像 這樣懂嗎 我現在講佛像 因為他是 只是人所造成的 因為他是沒有生命體 所以我這樣的佛像你的體會 你比較會應用得到 比如說你的節奏力啊 你就會接受 而且這樣的那個接受的那個 法理無像無不像 你把它欣賞的時候 你比較會培養三摩地 好 因為他是靜態的 好 現在我們來改一下 如果他是動態的 他會跟你講話 他跟你應對的時候 你有沒有辦法訓練無像無不像 這時候就要考喔 所以大家要節奏力啊 在動態 在靜態裡面的培養 我現在用講解 你我而聽見無法 你聽見以後 你可以思維修也理解了 因為他是靜態的佛像 現在是動態的人像 你看看你會不會墮入原來 那個包袱的記憶 你要記住喔 你們人與人之間的交往 你們要想辦法突破 你的先生 你的太太 你的兒子 你的媳婦 你的是跟你共住了 但是你今天要解脫 建議大家 以前還沒有了解佛法 都說你一定會記憶 他的態度好或者壞 他的講話好或壞 你無意中都會吸氣的記憶 但是你如果要栽培你成等症結 不得不在這個境界裡面磨練訓練 結關 要在你的先生太太 你的親朋好友的面臉 訓練無像無不像 所以我們才說 一切的眾生都是我的老師 都是我的善知識 就是這個原因 這個原因是因為 你這個人聽經文法以後 你就要想辦法齁 栽培你自己 因為你不是要解脫嗎 解脫齁 你要把一切執著轉化掉 才叫解脫呢 聽得懂 一切執著轉化掉 才叫解脫呢 假如你 你沒有把執著 你不能完全解脫呢 聽得懂 你沒有辦法叫做解脫圓滿 你會解脫是跑到某個地方逃避叫解脫 沒有 不可能 所以 我們 讀了嫩眼睛以後 也就是說我們從 反乎的知見 提升到佛陀的知見 讀嫩眼睛 可以使我們 進入接納佛陀的知見 就是說我們 去看佛陀跟阿蘭的對答 然後我們就培養 佛陀跟阿蘭 佛陀問阿蘭 那個政見的 那種文字剝落 聽得懂 然後把自己 加上什麼 觀照剝落 培養自己 觀照剝落 所以過去種種錯誤的概念 在讀嫩眼睛之後 自然就會改善 因為我們的 那個職友跟職武的習氣 滿嚴重的 但是你沒有節照力 自我栽培 你可能沒有辦法發現 你那個維系的執走 維系的執走 在我們天台中的教理 把它叫聚生法執 聽到聚生的法執 好 我們下面來解釋 手嫩眼 手嫩眼 意為一切事究竟堅固 什麼一切事 六根跟六成叫做一切事 聽得懂 我們以世俗地來講 行住作物以莫動靜叫一切事 就是以世俗地的來講 那我們以佛法來講 六根一到六成 這些都是一切事 然後我們在這個一切事的當中 安住前面的應無守住 應無守住如果做到 我們就做到究竟堅固 我們不會被影響的 聽得懂究竟堅固 就是要能將所有的一切項 轉入妙真如性的 不動不壞不來不去 不依不義的本境 這個叫手嫩眼 你看手嫩眼真正的答案 是這樣子的 所以如果以前我們讀大波羅來講 手嫩眼三個字就是 以前大波羅所講的八部 或者十六部中道 這個叫手嫩眼 就是兩邊不分別 你把不分別的兩邊 然後培養三謀定 聽得懂嗎 誰培養三謀定 不是坐在那邊 是要出去面對行住坐臥 以莫動盡的考核 聽得懂嗎 你要記住喔 假如你跟你太太跟你先生 在他的身上訓練所嫩眼 那你就常常跟他講話 看看你會不會在以前的 那個記憶的分別心會影響你 真的這個是最難突破的執走 為什麼 因為我跟某某人共住已經三四十年了 所以以前我們在世俗地說 哎呀我跟某某人共住三十年 他的個性我太了解了 為什麼 因為常見 會升級固定的想法的常見出來 可是我們今天學佛 要把這個常見化解掉 聽得懂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把常見化解掉 你就沒有機會讓對方成長進步 聽得懂 所以你不要再記憶 對方的一直移動 你把他記憶他永遠不會改變 其實他會變 聽得懂 所以 我們跟人家對話 有一句話盡量少說 我跟你說那麼多次你們為什麼都不改 建議你們這一句話要少說 因為這一句話會很嚴重的 你喔 會很嚴重墮入常見 聽得懂 因為你有這樣的話 你就是表示你這個 沒有接受佛陀講的 持有故比有 持五故比五的因緣法 聽得懂 你應該創造緣起給對方去改變 聽得懂 而不是用我固定的想法的常見 把對方套進去 聽得懂 套進去 你要知道我們小學同學 我們都還有聯絡 我們有時候都還會 我還會去台北 因為我是在台北 還會 如果 沒有那個 那個 那個上課的音緣 弘法的衝突的話 我就會跟他們交流交流 可是 早期國小的時候 他們怎麼知道這些情人會出家 他怎麼會知道這個人會出家 這個人 他們都沒有辦法想像 聽得懂 聽得懂 他們都沒有辦法想像 怎麼這個人會跑到出家這個行列 他們自己都想不到 所以在世間的人 都在問一句話 世間的人問都是消極的 你是發生什麼事情 看不開才去出家 你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會去出家 我跟他回答 戀愛失敗出家 聽得懂嗎 結果我跟他們講這句話 他們都不相信 聽得懂 所以我的真言也就變成假話 聽得懂 都變成假話 所以有時候跟那些小學同學聊天 很有趣 因為他們不了解佛法 他們當然用他個人的那個世間的概念 才問你這件事情 好 我們休息一下 導入 當然剛開始對佛法的認知書會比較陌生 但是假如你有時間空間的自己投資 十年 當然如果我們在修學佛法我們的緣起很好的話 我們就遇到有能夠了解真實意的善知識 可以說短時間 像以前我自己回想到我了解佛法 真實意的佛法了解以後 投資三十年 我才了解 你們如果有這個因言 在接受佛陀的因言的教授以後 然後又遇到了能夠理解佛法的老師 你們就不一定要花三十年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法源經》裡面講 在我們修學佛法 我們如果真的是運氣特別好特別好 遇到那個真實意的那個老師的話 我們就縮短的時間跟空間 聽得到 所以你看我花了二十年 而且我又是現出家鄉 我都還要花二十年 以後才有辦法轉型轉念 為什麼 因為我已經走了原來的路子 走了二十年以後 哇糟糕 那以後怎麼辦 假如你沒有願意要讀初中高中大學的時候 你就永遠說 我就停頓在那個階段 停在那個階段 我告訴你 真的我們那個心不安 那個心會出來 我曾經有心不安的過程過 那個心不安的過程過是說 很難說清楚為什麼要心不安的那個 都自己都看不清楚 說不清楚 但是總結的就是說 面對那個江西江東江北江南富老 都是不敢面對 聽得懂 因為我一回熟家 我媽媽就問 你現在收得怎麼樣 真的化回歷史 因為我是最孝順的來出家 所以他一輩子永遠記住 聽得懂 因為是 你到底 你們佛法到底叫修修修什麼 我要跟他講解 那真的要花很多時間 他也不一定會了解 為什麼 因為我們凡夫的那些 他的習趣那個早有 他已經成為一個常見 我們要把它化解很困難 反過來以前我們在修學佛法 我們自己有常見有見的時候 我們要天經文法 用法義來融化你的有見常見的思想 也不容易 聽得懂 也很難 所以 我們在修學佛法裡面 你如果沒有一直思維修思維修 來教育你自己成長 培養你長大的話 你可能 就算你是現出家座 你的程度的觀念 還是在小學階段 一輩子都是小學階段 你不可能把你拉拔起來 因為你要記住 我們今天要用功修行拉拔 你要記住 我後來才知道原來 建法誤道 不是那麼難 但是哪一個難 放下原來的包袱 比拜見善知識叫你糾正缺點還更難 我這句話 講了那麼多的字你聽得懂嗎 放下直取 比你去參學任何善知識 他叫你看開放下 還更難 你要懂喔 我才發現 而且你又要心甘情願 為什麼要心甘情願 因為你是為了解脫 所以你要心甘情願 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沒有說你業障輕 業障重的餘地 沒有這個 聽得懂嗎 所以我才說 今天你們聽聽文法 可是在你們的身上要聽聽文法 看到你的詞曲 越來越減少 越來越改善 你們就對自己有救 這時候有救我們叫什麼 自決成功 我們不是佛叫自決結他結起年 你才叫自決成功 聽得懂 因為你已經看到真正的原點 什麼原點 放下執著才是一切法最究竟兼顧 所有的執著你如果還在 你一定有漏洞 有盲點 會被針 會被刀給戳破 但是如果你栽培究竟兼顧 就這一切法不止 它才叫究竟兼顧 所以什麼事情才可以讓我們究竟兼顧 就是 而不受時間空間的影響 這個才叫無量光無量壽 所以你們如果練這個佛號 有辦法練到筆佛明號叫無量光無量壽 你就成功了 你才懂得 拿摩阿彌陀佛真正的本意 我們現在是從慈敏的引導 讓你去了解無量光無量壽 聽得懂啊 如果你這個用功練佛的人 沒有理解到這個程度 你練這個佛號 你一輩子都停頓外環位 你沒有辦法用這個佛號的引導 進入無量光無量壽 聽得懂 你沒有辦法進入 所以你就被你的 為什麼你不能進入無量光無量壽 因為你被你的固定的觀念的想法 給自己控制自己 這個叫做直取 聽得懂嗎 可是我們反乎如果 除了你遇到善之事 可是就算你遇到善之事 你不接受佛陀也無可奈何 就算你遇到善之要指點你 但是你的那個 那個究竟金固像銅牆鐵壁那麼硬 那可能啊 都沒有辦法融化你的那個直取 所以我們聽經文法 為什麼融化你的直取 唯一的路是什麼 實為修三個字 其他沒有第二條路 我以為以前 我把大悲咒一喝 我的直走都化掉了 結果越喝越多 直走越多 所以我跟觀世音菩薩相聊 你大悲咒我們也可以改一下小悲咒好不好 不要那麼大悲 所以觀世音菩薩看到這個學生弟子 那麼調皮 聽得懂 因為他從來沒有 所有人對他都畢恭畢敬 只有遇到這個 見黃見黑見白見紅那麼調皮 所以你要記住喔 其實坐以任何一個佛菩薩的華愛一個坐 都在化你的直走 只是你不知道 所以以前我們親近那個廣慶老和尚的時候 我們就問他嘛 老和尚老和尚你去都好 那你要知道我們齁練大悲咒 要練幾遍才有價值力 他說一遍就可以了 我們就問他 可是我們一遍嘴巴練 內心胡思亂想 那一遍算嗎 他說那個當然不算 我們講一遍是兩千多個字 從第一個字練到最後一個字 聊聊清楚喔 明明白白喔 沒有其他的字加上去 沒有加什麼 等一下大悲咒練到一半還加 這個煮飯要換幾杯米 然後菜買了沒有 冰箱還有沒有菜 我們的大悲咒都出來這些的念頭 聽得懂 你們都沒有經歷過嗎 我承認我有 奇怪 不要說念大悲咒 念光心經兩百六十個字 我們就多出來了 手 腳 頭 臉 鼻子 眼睛 什麼都多出來了 胡思亂想砸你一大堆啦 聽得懂 人家本來波羅波羅密都心經兩百六十個字 比你這樣一面 嘴巴雖然兩百六十個字 可是我們的意念 多落好多個字 聽得懂 就想到 念到五印接工 就去銀行不空 去市場不空 聽到 本來五印接工 結果到市場不空 到銀行不空 跟人家講話什麼都不空了 聽得懂 結果嘴巴剩下的 你原來記憶的那個心經 練得很順暢 可是我們的念頭 已經跟原來你嘴巴送的心經已經不來電 所以心口不如一 所以我才知道說 以前我們問老而上說 大飛要練幾遍才有效 他說一遍 我們那時候初學還不懂這個 蛤一遍就有效 因為你要把一遍練到真實的沒有雜念的心 那有多難呢 我們慢慢出家久了以後才知道 真的你要有效一遍就夠了 我才說一遍那麼難念 很難念的 所以你們有沒有嘗試過 好啦你不要嘗試大悲重 兩千多個字 那個心經兩百六十個字就好了 你試試看 如果心經兩百六十個字 又太長 歐彌陀佛南無六個字 你試試看 你可以保證多久 南無歐彌陀佛都是實實在在的安住 光六個字 我們就被我們其他的妄念 妄想給自己打敗自己 聽得懂啊 好 所以我們在修行當中 如何栽培手嫩眼究竟堅固 我說究竟堅固就不找一切法 才可以做到究竟堅固 所以什麼事情才可以讓我們究竟堅固 而不受時間空間的影響 因為不受時間空間的影響 才叫無量光無量壽 無量光無量壽 不受生命變化或者苦空無常的影響 唯有體悟 恒長如如不動的體性 慌人不受外物變幻的影響 聽得懂啊 只修行要在一切事中來氣自如 你看我們的一切事就是六根的事 六成的事 十八戒的事叫一切事 不是我們一般行入坐臥的一切事 要記住我們以佛法來講 五印是一切事 十二路十八戒是一切事 要在這一切事模擬 聽得懂 這個才叫究竟堅固 然後呢不動不搖 了達清楚 這叫做所嫩顏三妹 所以所嫩顏三妹你們要培養的話 我們就先從一根 就像二十五成就者跟釋迦摩擬我匯報 我先喔 你跟我介紹的從某一個我喜歡的話 我先做一個點把它先成就 你們可以選擇看看 十八戒再加七大你們要用哪一個 一個點先栽培 如果栽培成功了下面二十四個法門的答案其實都相同 只是你的下手處隨個人的習慣習氣 所以得嫩顏經負可以體悟到不受時間空間 以及所有氣勢間三大過程的影響 也就是說我們如果讀嫩已經讀得進去的話 了解他的 然後呢都是在轉你的執著的那個觀念的那個影像 你慢慢把它減輕 其實佛號或者禪定都很好修 我們最難修不是那個功課難修 是一面在功課起心動念那個執著妄想怎麼冒出來的 那個原點看不到 那個最難修 你要記住喔 主委你看我們都曾經念佛過 念佛不管念幾聲當中突然有雜念起來 哪時候起來你看到嗎 看不到 我承認我看不到啦 那你們可不可以看得到 我看到我們差不多啦 因為我們都是人道眾生共同的業 所以我看不到我想我也不必問你了 我們差不多 不過你們有沒有特例 所以主委你要想喔 人道本身的共業 既然你來人道 他的共業的基本的執著是相同的 六根一道六成喔 然後不執取喔 然後不分別喔 不代表我的個性 我的性格 這個才叫做我嘛 聽得懂嗎 我們今天寫我讀了嫩眼睛以後 就要化解 盡量把你這個我 你看我常常用白教 那個 那個第二代跟第三代的那個 開示 就是 不必想像以失利 不必分別以民相 就像大勝起信論 你必須要做到 離文字相 離名字相 離心言相 你才懂佛法 我後來才知道答案耶 喔原來要了解佛法要把 那個 起心動念的那些 念頭起心動念 都不能主動辭取 所以才叫做不必想像以失利 不是 如果有辦法轉的話 那個當下 那個清淨心 那叫做佛法的心 那個才叫做一心不亂的心 聽得懂嗎 所以我們今天 在修學這個佛法的那個 外表事項的種種 你一定要先聽經文法 讓你的理路先清楚 聽得懂 你的理路先清楚 你就懂得 那個佛法的那個真實意的 所以不受生命變化 苦功無常的影響 而且是接受它 在苦功無常的架構下 我接受它 我不主動持五故比五 我不主動持有故比有的缺點 我按住持五故比五 我按住它以後 你看馬上一切法好如是的清淨平等 就出來了 法好清淨的平等是 你發現你已經沒有好奇心要 對有起直走 對無起直走 對一友一無起直走 對非有非無起直走 你發現你自己喔 不是打電話說 阿彌陀佛你的電話號碼幾號 我問你我練我練那麼久 我有沒有得意心不亂 阿彌陀佛的電話幾號 你還露入世間的那個阿拉伯數字 12345678 那個叫做電話 欸 十方諸佛電話不一定是這個 聽得懂 通達跟十方諸佛聯絡的方法不是數字 其他的都可以 為什麼其他也可以 因為它遠離文字項 遠離分別項 遠離直起項 所以都可以 聽得懂 你要記住喔 所以 唯有體悟 也就是說 不受生媚變化苦空無常的影響 唯有體悟 什麼叫做恆常 如如不動的體性 好 諸位記住 所謂恆常 如如不動的體性 是指什麼 是指對前面 身住欲昧變化的這些 我不止走 反過來 我就是叫體悟恆常 不是另外有一個功法 讓你修到恆常 不是這個喔 你如果有一個功法修到恆常 你又找友見 聽得懂 所以你對於那個 生媚無常的變化 你做到不動心 不會被影響 那個才叫如如不動的境界 所以如如不動的境界 不是靜態喔 它是動靜二相了然不生 叫做如如不動 就是觀世音菩薩的耳根言通 聽得懂嗎 你的動靜二相了然不生 而且接受它以後 你就不會再生起很多的 有邊的直走 無邊的直走 依有依無 非有非無的直走 好 所以如如不動的體性 方能不受外物變換的影響 因為我接納 它生老病死我就接納 所以我在生老病死的 接納的變異性 我不止取 那我就達到不動 不是把生老病死的音源 給推翻掉叫不動喔 好 只修行要在一切事中 什麼叫一切事 就是六根一到六整就是一切事 我們十八戒就是一切事 五印十二路十八戒六七大就是一切事 這些事你要自我磨練喔 然後人應自在 什麼叫做來氣自主人應自在呢 就是眼根看色塵 不住眼根或者住色塵 耳朵聽深塵 不住在耳根根深塵 這個才叫做來氣自主 不是有一個功法 讓你修到變成隱形人 可以穿牆壁叫來氣自主 不是指這個 是來跟去的因緣法 因為來跟去是延期法 因緣法 你不再主動被這個來的因緣法 去的因緣法 產生三獨五蓋習氣的念頭 這個才叫做自磨 聽得懂啊 自磨喔 反正你今天學佛喔 如果你們想要進步 唯一的二六十中 六根一到六整 你自我節照 所以我們叫自節 自己節照那個三獨五蓋的習氣 有沒有起來 因為反正三獨五蓋的習氣 起來一定是找常見找有見 高興不高興一定是找有見 歡喜不歡喜一定找有見 聽得懂啊 你看喔 回光返照去看找有見的時間跟空間 有沒有慢慢縮短 以後縮短到因無所住而升己心 就做到無量光無量壽 時間存在我接受 但是不主動被他所影響 在空間裡面所發生的 方位東南西北市為上下 所發生的因緣是 我已經了達清楚 我不會再被受影響 這時候你自己看得清楚 這個叫 什麼 如來 好 所以呢 來氣自如 不動不搖 了達清楚 這個才叫做手嫩眼三昧 以前我剛初學的時候 到底要用什麼功法把手嫩眼三昧修成 以前為什麼 因為武俠小說看多了 所以那個無相神功要閉關三年 齁 我就趕快要閉關 有一點把無相神功把它協會 以前你看我們以前那個 被以前世間的這個小說 不管是金庸或者古龍 這個小說我們被深怒金帳 不是啦 法師不是深怒金帳 是深怒小說 聽得懂嗎 我們那時候都早有嘛 把小說所講的都認為真的 聽得懂 所以你看我做夢都會天 都會拿刀子 現在拿刀子沒有用拿槍 聽得懂 一定拿刀子已經來不及了 好 所以後來才知道說 哎呀我們 怎麼我們環乎的眾生 那個自戀狂 什麼叫自戀狂 自戀自己是 就是江湖盟主 聽得懂嗎 江湖盟主 所以都是自戀狂產生以後 我們的妄想就開始起來了 所以諸位我們今天學佛以後 盡量安住此無故彼無 不要再好奇心去判 因為我們已經長大已經 慢慢 在這個世間的無常 我們也慢慢 每天都要遇到了 所以趕快 微觀環照吧 唯有體物很常 如如不動的體性 什麼叫做體物很常 如如不動 就是無常性 變異性就是很常的事件 沒有另外一個公法叫做很常的法 無常是很常的法 變異是很常的法 所以你不相信你自己節制看看 想想看 哪有一個法不變的 所以一切法會變是很常的 這樣子我用反方向來解釋 你們要聽得懂 不是在找一個有很常不變的境界 有一天在你的面前 六根一到六根發生 我告訴你 很常不變的無常性無我性 天天不管你用功不用功 天天都在發生 渺渺都在發生 無常性 無我性 變異性 如果你了解這個 我告訴你 你的子我的習氣就越來越減少 子我的習氣越來越減少 有一天你突然去打坐 你馬上進入極境內盤 那個極境內盤就是我們要的 可是我們要達到極境內盤 要把前面兩個法先做到 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先做到 因為這兩個法是破你的有見 破你的常見 聽得懂嗎 我們如果懂法義 因為我剛才已經講了 拿摩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他真正的本意是什麼 時間不止走空間不止走 才叫做無量光無量獸 才叫做阿彌陀佛 我們是藉用阿彌陀佛這個聖號的引導 希望你被這一句佛號引導到無量光無量獸 聽得懂這意思 那才叫做對時間空間不止走的境界 如果你達到那個才叫一心不亂的解答 但是你如果不了解法義 你練這個佛號會練得很累 練一輩子就算你閉關 你也永遠還一樣不懂無量光無量獸的法性的解答 你永遠沒有辦法了解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找有邊在練 聽得懂 所以你們在練這個佛號 如果你想要進步 希望你法義通常 練這個佛號是無所住心在練這個佛號 你要記住喔 所以那時候我們才叫做擄擄不動的體性 方能不受外物變換的影響 我們就不會被影響了 只修行要在一切事中來氣自如 那一切事就是我們的六天一到六神 或者十八屆 五運十二路十八屆這個叫一切事的現象 你要不會被神子所綁住的時候 我們才叫做來氣自如 聽得懂喔 不動不搖啊 了達清楚啊 這個叫所嫩顏三昧 所以得嫩顏經貨可以體悟到 不受時間空間以及所有氣勢間三道過程的影響 然後呢 所謂生命現象的生老病史 這三道過程第一個喔 就是我們生命現象生老病史 物質現象沉住壞空 精神現象生住育昧 其實我們今天用功修景 就要突破這三道過程 這個三道過程我告訴你 我們佛法講是很科學的 我們不是迷信的 是因為我們 推廣佛法的那個法律的教理 把佛法的真理給宗教化 給迷信化 就變很多人不了解了 聽得懂嗎 本來我們佛法的教育就是你要 越過生命現象的執著 越過物質現象的執著 越過精神現象的執著 我們本來佛法就是這樣子 談到解脫 就是要能超越這三道過程 所以我們講解脫解脫 就是生命現象 時間現象 空間現象 你要做到 應如守住而生即興 好 然後呢 如果你沒有了解 那你永遠這一生的邪火構成 都被三道構成所擺佈支配 你都要聽他的話 所以不得自由 究竟堅固的境界 一般稱為無形無相的法性本質 可是我們反而被這個無形無相所迷惑 因我們迷在文字相的描述 然後呢 那該如何遠離文字相呢 所以我們今天要了解 無形無相那個無 不要把它當火定詞的解釋 你要把它當不止取形 不止取相 來解釋 才叫無形無相 你絕對不能用斷見 或者火定詞的有跟無的五來解釋 這時候你這個秀 一輩子都墮入斷見空間 所以你看我們為什麼 那個那個 無言或鼻舌聲欲 無色聲相位也出來 就不要去執著眼睛耳朵鼻子 聽得懂 所以有一次我到了永和 那個是二十幾年前的事件 他們那個司指揮請我去跟他們的團體演講 結果那個李市長喔 他告訴我 是不是我會解釋心驚 因為你們的心驚 怎麼那麼容易懂 怎麼要修到沒有眼睛沒有耳朵沒有鼻子 這很好修啊 我問他 可是你現在還有耳朵 還有眼睛跟耳朵有雙手 你在跟我講話呢 李市長 他真的註解喔 哪給我看喔 我說你太冤枉了 我們這個五喔 不是你現在所理解的五啦 我們這個五是不直取 不主動直取那個眼睛的 好看不好看 不直取我們面相學來講 眼睛有幾個眼睛的那個型態 你不要去直取他 因為陰眼會變異 聽得懂啊 你如果直取你就鬥入常見 就鬥入了有見 奉顏的命是怎麼樣 隆眼的命是怎麼樣 我告訴你佛陀來講會變異的 沒有辦法給你固定不變的 聽得懂啊 所以他拿他的作品給我看 喔師父你們的心經我會註解 因為每一個人都要修到沒有眼睛沒有耳朵沒有鼻子 我就訪問他 如果我們沒有修到沒有眼睛沒有耳朵沒有鼻子 請問理事長那個人像什麼 有這樣的人啊 聽得懂啊 有這樣的人啊 我說你把他燒掉 你真的不要印給你們的那個朋友看 會笑死人了 笑死人了 好 好 所以大家喔看到我們究竟兼顧的意思是說 你啊 在一切形 一切像如果產生啊 你不要主動被迷惑直取 這個才叫究竟兼顧 可是我們凡乎 剛開始是沒有辦法理解佛法法義 我們一定會著象很正常 當然我們也經過會著象的過程當中喔 然後教育你摘騙你 所以 但是我們剛開始一定會 因我們迷在文字像的描述 剛開始一定都是這樣喔 我們從文字像的描述 希望從文字得到剝露 如果得到剝露我們才叫文字剝露成功喔 那該如何遠離文字像呢 然後先從經典中理解法性生的境界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聽清文法 因為應該是站在佛陀講經說法 他的那個角度來看經文的解釋 絕對不能用我們反覆的那個有 有知有識有限量的那個理解 來看這個解釋 然後呢 從經典來理解法性生的境界 無違的法性 接著呢 讓實相當下提升出來 我們才總的實相 所以大家一記住喔 實相兩個字是沒有另外一個境界 比如說我並不是說我今天用功 我去看到西奇古怪的那個瑞相的境界 那叫實相 不是 這要記住 實相就是生老病史沉住壞公 實相處因為是實相 你在這個生老病史沉住壞公的實相 你發現你這個 關照的這個修行人 你不再被他們所蒙騙欺騙 因為不再被他們所蒙騙欺騙 我們就越過無名 我們就變成一個有名的人 所以在雜欄經人家問佛陀 什麼叫無名 佛陀回答得很乾脆很簡單 無知叫無名 無知叫無名 聽得沒有再用抽象的喔 無名的境界叫做什麼 講了一大堆沒有 佛陀都無知 就叫無名的 什麼叫無知 對佛陀講的法義的理解 你不過徹底了解 所以你就無知 無知就無名 所以呢 接著我們要讓實相當下體身 所以實相是什麼 生老病史 以後你們要記住 生老病史就是實相 在生老病史實相裡面 你遇到了你就接受 不要再說 我學我30年怎麼會得肝癌 我業障沒有消除成功喔 如果你這個念頭起來 你就會越來越著相 聽得懂嗎 我們要記住 我們當年紀越來越大的話 肉體會衰落 它叫做實相 要記住 你不要說我們 邪火以後 它到底有什麼神通的功力 讓你永遠不會生病 那是錯的 連佛陀都會生病的 不然他 你怎麼會被神通太子供養 他們印度的某種菇 他就生病 其實佛陀再沒有被神通太子供養菇 佛陀到連老他一樣要吃其佛 醫生所開的藥的藥 一定 因為他是肉體 只是我今天成佛者是不助他 不會被他所影響而起煩惱 像我們煩惱會起煩惱 我業障怎麼那麼重 啊不是我貢獻佛法很多功勞 怎麼還會生病 怎麼還會老花園 奇怪呢 聽得懂嗎 這個就是鬥陸的斷見或常見的思想 我們今天學佛就是要接受因緣法 假如我們接受因緣法 假如我們是有智慧 我講智慧是方便的智慧 我只是把這個變異的延期法的並現 稍微延後一下 稍微延後一下 你要知道我為什麼我貪生怕死 我的貪生怕死是因為佛法難聞 佛法難聞現在遇到了 所以不能那麼短說就走 太可惜了 你要懂 你要懂 所以你必須要 這時候延長壽命才有意義 假如你是為了生老病死延長壽命 那就沒有什麼意義 聽得懂啊 所以你們一定要幫我用 我常常跟他們講 如果你們做法會要跟師父用藍色的牌位 絕對不要用紅色跟黃色 因為我要跟天空的 衛南的天空同等壽命 所以要用藍色的牌位 記住啊 我再問你們 你們怎麼都點點啊 你稍微有反應一下嘛 要記住啊 要記住我們今天修學佛法 你要想辦法能夠遇到佛法 真的是百清萬劫難遭遺 可是你不能在百清萬劫難遭遺的 這個短壽的時間的短壽命裡面 你刹那就跑掉 因為下一次就不知道答案了 因為我們現在的壽命的長 是比以前古代更長耶 古代喔 為什麼以前我們常常說七十古來西 因為古代要達到七十歲 以上很少耶 真的很少 我經教看懂才知道我們的中國祖師 浩美祖師都不是長壽命 都短壽命 能夠在六十歲以上算長壽 你要知道 你看林祭祖師五十幾歲也走了 我們的天台中二祖也是五十四歲就走了 一樣都沒有長壽的 為什麼 因為以前營養不良 又苦行 什麼來源也沒有 聽得懂啊 都沒有啊 所以沒有現在 我們來的保護身體的資訊很多 以前沒有的 以前沒有 所以他們能夠七十歲就已經是長壽了 那我們現在七十歲不叫長壽了 聽得懂啊 我們不叫長壽了 所以你要知道那個延期法 所以我以前說奇怪啊 為什麼這些祖師會那麼短壽 慢慢理解原來那個 以前古代祖師所生活的第一個戰亂很多 然後疾病也很多 然後你要遇到那個所謂啊 貶竊跟滑朵這樣的醫生很少 而且就算有他也住在一個省份的點 他又不是坐飛機跑來跑去 沒有啊 聽得懂啊 那個年代沒有啊 他只是坐在一個點在行醫而已 那你如果 而且我們的省份都比我們這個國土還大 你當一個生病要走到那邊 你已經在半路就姐姐 自己說我們姐姐 你還要去找貶妾跟法陀 我哪有時間去找他們 聽得懂 你走到一半就已經再見了啦 聽得懂 所以那個年代因為營養不了 我後來才知道答案 我說奇怪那個祖師不是佛法都理解 應該齁他們沒有用排位然後消災免難嗎 我後來才知道在祖師那個年代沒有排位 沒有消災免啊 聽得懂 為什麼 因為佛法還沒有譜光 聽得懂 還沒有譜光到人間 聽得懂 因為佛法當然的譜光 都在朝廷的知識分子的手上 你要記住啊 所以為什麼早期高僧道德那麼珍貴的原因 是在這裡啊 沒辦法要遇到佛法的人數不多啊 真的這不多 你如果看歷史喔 你如果看歷史怎麼會那麼少 原因是在哪裡 因為我們的戰亂太多 戰亂太多 來不及培養下一代 那個老的已經走了 下一代的人要去追求佛法 不知道去找誰啊 所以我們盲羞下戀的人 會很多也是這樣造成的 沒辦法 所以我們理解延祈法就好了 所以那該如何遠離文字相呢 然後我們先從經典中 理解法性生的境界 無偽的法性 接著讓實相呢 當下體證出來 我們已經告訴諸位 什麼叫實相 當下體證出來呢 什麼叫實相 生老變死是實相 那你接受它就是叫體證 你不要再懷疑 再來生諸欲昧是實相 沉諸壞空是實相 聽得懂啊 然後呢 進一步不找文字的障礙 遠離直走才能知道究竟堅固的境界 這個叫手嫩眼 公讀楞言經一定不能帶自己的意識 聽得懂大家 因為我們都是讀書人 我們習慣喔 看了一篇文章都有要發表自己的意見 可是我們佛經沒有辦法發表意見 世間的文字你可以發表 聽得懂嗎 可是我們佛經沒有辦法 一發表以後 我們就障礙自己的 那個剝落剝落密多智慧的開寫 聽得我們修學佛經不行喔 你應該站在說 讀了這部經 佛陀在跟學生弟子講的話的內涵你要懂 你懂就可以了 你沒有辦法用自己的意見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前面不是跟大家講 了解佛法的基本教義是什麼 離文字相 離心圓相 離明字相 這誰講的 馬民菩薩 大聖起經論開始的 你如果帶有文字相 帶有心圓相來看佛心 你一輩子都看不懂 因為你的主觀觀念 所以已經先建立了 聽得懂嗎 我的看法 我的見解我告訴你 我們看經典 你要把你的我的看法 我的見解要拿掉 你應該告訴你自己 我聽經典法 我多少吸收佛陀的見解 佛陀的正見 佛陀的知見 所以 因完全接受佛陀的教義 才能讓我們結形而了意真如本體之性 無為法性 因為他是騙法界 我們騙法界就是十八法界 如果你們談到法界就是十八法界 就是談到這個 所以十八法界都有什麼 本體之性 無為法性 眼根 色塵 眼世界 都有本體之性 無為法性 要記住喔 但他啦 太自然 太深廣 因為我們凡夫的信量 無法了解 因為我們凡夫啊 都已經建立自己的概念 用自己的概念看佛經的話 你當然一輩子都看不懂 因為你都用你有色的概念 在看他 所以你們看佛經要記住 要把自己的觀念者概念放在一邊 你要看佛陀的觀念是什麼 佛陀的政見是什麼 故公獨所嫩言 我們當以如空杯一般的謙卑的心 且杯子呢 需放在下方來接受真如心 所以你要記住 你們都有泡茶嘛 那個 假如你喜歡吃紅茶 喜歡吃綠茶 那個杯子如果是被紅茶 浸泡久了 請問那個杯子紅茶的味道的吸氣 有沒有被黏住 有啊都被黏住了 聽得懂 你看我們今天心虛 那個原來的不了解佛法的法育 我們呢無知無明被心虛 就像那個杯子被 你喜歡泡的紅茶綠茶 或者烏龍茶把它浸泡很久了 這時候要把杯子完全洗乾淨 去除沒有原來烏龍茶的味道 或者呢那個茶壺沒有紅茶的味道 你看你要花多久 去除那個味道 我們今天寫佛的一樣喔 我們的熏許無明的味道已經喔很厚了 聽了 那我們今天聽了楞元經 要把原來你很厚的原來的看法的之間把它去除掉 那就要看你接受程度的比例 如果你接受佛法程度的比例百分之百 馬上把你原來的之間洗掉 那我們說你大善根的人 那我們捨不得的話 我們就退到中善根 反正裡面寫許佛法我也接受 原來的味道的那個味道我也要保留 為什麼 因為記憶太美了 那個烏龍茶那個麗茶的味道 我已經把它記憶太美了 所以沒有辦法去除掉 聽得懂 所以你看喔我們今天吸水佛法 就是二六十鐘 不厭其反的去看到你的只有的習氣 還有多少被染著 你寫佛法才會成功 所以你們如果再過幾天 在居農參加禪修 在禪修看到什麼 是看到你染污的雜內有多少 不願意改 不是看到妄念妄想 反過來妄念妄想 是在告訴你答案 你某某人 你就是這些習乃習氣 都不願意放下 所以每一次打坐都是重複 以前我自己在初學都一樣 都重複 怎麼這個雜內 剛才那支箱都想過了 第二支箱還重複想 奇怪呢 而且我會告訴我沒有要想他 為什麼他要跑出來 我也搞不清楚他怎麼跑出來的原因 所以我們叫無名眾生 聽得懂啊 所以諸位你要覺知到說 一個念頭起來 你馬上就看到 哇那你的定力要相當好 最少我們儀邪詩之論講九柱心 你最少要到第七柱 你才有辦法看到你的弱點 看到你的那個粗糙的習氣 那微細的習氣還看不到 但粗糙的習氣你看到了 如果我們看到自己粗糙的習氣 我們就有機會救自己 假如我們看不到 我們就會隨習氣的業力所轉 所以叫做業力所牽 所以我們今天修學佛法 如果有辦法當以如空卑一般的謙卑的心 且卑仔細放在下方 就是你要低身下去 要無我 聽得懂啊 要無我來接受真如性的教育 為什麼 因為現在我們還沒有證物 所以我們要放下身段 放下身段 然後進入無我來接受佛陀的教育 要用很多的善角方便法門 若背中含有八分滿的水啊 捨不得倒掉 就會把自己的觀念 跟佛法的觀念混淆在一起 所以你要知道 我們現在之所以沒有辦法馬上接受佛法的教育 原因出在家裡 因為捨不得原來的子曲的想法 所造成的 你要記住喔 你捨不得 所以蘇南說 蘇我以前的生活是這樣 我以前的概念都已經幫我包住了五十年六十年 為什麼你們佛法要跟我講 蘇夢幻泡影如露一如墊 你為什麼要跟我講這個呢 你看我們剛開始聽了以後 我們的內心雖然嘴巴很有修養說我不執著 其實內心都執著 聽得懂 所以蘇夢幻泡影是 坐在台上是開示給你們聽而已 我獎金收法的人是不需要蘇夢幻泡影如露一如墊 聽得懂 你看我們看到我們的喜氣 聽得懂 所以我常常講奉勸別人很容易 修正自己很困難 聽得懂 放下啦 放下 可是同樣的境界發生在自己的身上 換別人勸我們放下 可是我們還放不下 聽得懂 尤其我告訴你 地位越高 名氣越大 真的我後來才知道 真的放不下 除了你已經建法的人 你沒有放下跟放不下的直走 我們所謂建法的人他是 放下也不直走 不放下也不直走 就是有無不直走 那才叫真的放下 要記住 好 所以若被裝含有八分滿的水 捨不得倒掉 那會把自己的觀念 以佛法的觀念混淆在一起 那就不是純然的法位 請記住 任元經是佛講的 不是某人創造的 是佛開示的 不是水的莊力 若不以空碑的心來學習 則心啊 能存有雜染 就無法完全接受佛頭的教室 聽得懂 所以公讀楞元經的心態 一定要改變 就是你啊 無我再無我 絕對不要用自己的觀念 去看嫩眼睛 看佛所講的話 因本經 它是要讓我們看到 不雜染的真心 不染污的真心 要看到真心 若千層的心裡面有雜染 要了悟真如性 就很困難 假如你看喔 我們在修 我們開口閉口叫那個千層心 這個千層心裡面都早有 聽得懂嗎 都在早有 請問你怎麼看到佛法 你也一輩子看不到佛法 好 所以光得楞元經啊 有水的概念 要勇於去面對去改變 真的喔 因為楞元經 如果我用世主帝 的那個形容 就是像我們以前看布袋戲 他殺殺殺殺 殺什麼 殺直走殺直走 就放掉直走一直 不管任何五印十二路十八界 你一到你的直起馬上發現馬上放掉 那佛陀會告訴你佛陀的 佛陀他叫你放下 不是下命運的 不是因為我是佛陀 你們講的話 你來依照佛陀 佛陀會解析你的直走 到底是真的直走的現象 還是不直走的現象 佛陀會用文字剝落跟你講解清楚 以後我們看到二十五個法門的對答 你就知道了 你就知道佛陀如果化解二十五位成就者 他們原來還沒有遇到釋迦摩尼佛之前 他們原來的心態的直取 然後他們匯報給釋迦摩尼佛聽 聽得懂 聽以後釋迦摩尼佛才看到對話裡面他們自己的盲點 所以那眼睛很多的都是問答式的教育方法 不是命運式的教育方法 他不是命運式的教育 假如你沒有這種頭腦的話 那你就是一教奉行的那個學佛的人 因為你沒有施迴修 可是你的一教奉行既然沒有施迴修 你的一教奉行坦白講你都要打折的 因為你根本沒有百分之百的一教奉行 因為你保留你的執著觀念 所以我的看法 我的想法 我的見解就保留了 聽得懂 所以你才沒有辦法承等正解 再來 光等任言經有史以多概念要勇於面對去改變 所以讀任言經4 了知所有的相皆是虛妄 因為暫時而有 這是以生命事相而收 讀任言經以後須了知究竟兼顧種子之心 原來我們讀任言經以後 了解你的心意識 其實都是如如不動的心意識 但是沒有讀任言經之前 我們的心意識被妄想妄念的所支配 你要知道 但是你讀了任言經以後 你就 了知究竟兼顧種子之心 是永不變壞的 永不變壞是講說 我們不會被子取的境界所影響 所以叫做永不變壞 不是有一個東西永不變壞 如果有一個東西永不變壞 你又墮入常見 聽得懂 永不變壞是因為你這個用功修行人 已經了達清楚 所以你不會被任何境界所影響 所以叫做永不變壞 這樣聽得懂嗎 好 並深深了悟 反所有相都是真如性 當下所包含融合的 以前在我們初學的時候 你只有 所以我們那時候會教育你什麼 反所有相皆是虛妄 為什麼要跟你講虛妄 因為破你的友見 當你的友見破掉 反所有相皆是實相 所以就進步了 什麼叫實相 因為你接受生老病死 沉住壞公生住欲滅 他就是實相 你看喔 所以是不是你聽進文法 只在於一念的轉念 如果你理解佛法法義 其實一切的眼睛耳朵鼻子的變異相 就是我們的實相 聽得懂 那你在這個變異相 無常相裡面 你發現你這個修行人 已經沒有主動只有編喔 所以你就不會被 順境的高性所影響 逆境的那個不高性而生氣所影響 你就不會 因為你就接受法好如是 這時候我們才叫做了解佛法 了解佛法 了解佛法 任眼睛為什麼 是天魔外道最不喜歡的經典 因為要放下執著 他鼓勵放下執著 他們不喜歡 不喜歡聽 因為我如果不執著 就沒有那些的那些的心外求法的那些弟子來跟著我啊 那我什麼都放下就沒戲格唱了啊 所以你要記住喔 因為某不喜歡有人能了到 因為了到是要放下很多執著 所以要放下 本經指指人心啊 要指出真實的那一面 如果不知道真實那一面 我們講真實那一面就是 無常苦空無我就是真實那一面 現在你們都聽聽話 也都知道無常苦空 那個無我的名相 但是你六根一到六層啊 你落不到那個境界去 所以你們就要想辦法栽別你 無常苦空無我這些 要落實六根一到六層 你要把它落實在你六根一到六層的情境裡面 你才懂得真的是無常 你會發現你的執著就會越來越減少 在所有的眾生人面前 沒有再有所謂 人家對你禮貌不禮貌 人家對你恭敬不恭敬 你不會在意這個的 聽得懂嗎 你喔在跟對方喔 在講話或者不如意的時候 你的眼睛也不會這樣子 喜氣出來 這樣表演可以喔 可以 不能 喔 你這個動作都不再起來喔 然後 像佛陀這樣子 哇 無助身心的 那個很慈祥就是這樣 你對我禮貌不禮貌我還是這樣 我不是對 你對我不禮貌我眼睛 那個老花眼恢復正常 喔 清光眼恢復正常 喔 我原來是你喔 你都不會 你還是這樣子 你這樣 像佛陀一樣 你對他禮貌不禮貌 他還是這樣子 他還是這樣看你而已 聽得懂 那個臉喔 那個眼睛喔 遇到瞬間 沒有高性的那個眼睛的神態出來 遇到逆境喔 那個眼睛的神態也沒有遇到啊 那個抗拒的眼神出來 你要做到這樣 不過你們如果要做到可以 我告訴你 只要戴墨鏡都可以做到 因為沒有人看得清楚你 聽得懂嗎 陳老七是 你如果看不怕 不然看那個 那個透明的 你看黑色的 我就知道你修得 無助身心 圓滿如意自在 聽得懂嗎 所以你要記住 所以本心直指人心 要指出真實的那一面 如果不知道真實面 雖然很用功 也要經過長時間才能夠了悟 因為你掩蓋你的那個 執著的缺點 所以我們用功修學 你不能掩蓋 因為你要承冷正解 怎麼可以掩蓋你的缺點 好 若用心啊 好好攻讀幾遍啊 接納佛德的生意啊 了解啊 因緣成熟時啊 或以聽經文法史 自然會改變你寫佛的型態 所以我們為什麼 要一直聽經文法 然後栽培你自己 栽培你自己 不要說啊 我不要聽經文法 只要我好好辦 我有一天會被加持 那個是外帆位的教育 我們不否定 聽得懂 但是希望大家不要一直 停留外帆位的觀念 我們有意到同山道友 都是外帆位 我們也看時機 因緣成熟 鼓勵他們提升 聽這種 為什麼要提升 因為我們要自己 栽培見到位 那年金最少栽培你見到位 假如你願意接受他的教育 你絕對栽培你見到位 金 我們都叫做修多羅 修多羅 修多羅在以前就是線的意思 因為以前 你看以前我們看古版的書 是不是旁邊都是用裝訂的線紅起來 這是線裝的 這是這樣的用線把它 因為以前沒有訂書機 也沒有什麼膠水啊 都沒有了 所以修多羅 前面大佛庭 如來密 因修正了意 諸菩薩 萬行所嫩言 十九個字啊 我們都把它叫做別體 因為這個別體就是 智者大師發明的 就是別體 那金體就是叫通體 通的體目 因為大家都叫金金金 比如說叫通體 如阿密陀經 或者八大人解經 都有一個經字 這個叫做通體 通一切經典的經體啊 皆有這個經字 所以經就是通體 那上面的十九個字 或者八大人解是四個字 這個叫別體 這個是 因為會有這個經體的建立 是智者大師建立的 都不是佛陀當年講的話 這是我們地方地區訓的祖師啊 他們解釋經典 他的個人的那個體悟 是這樣子的 修多羅中文稱為氣金 契合諸法之真理 上氣諸佛真理下去啊 眾生根基 我們契合諸法真理就是講 五印十二路十八界叫諸法 以後你們看到諸法兩個字 他涵蓋五印十二路十八界七大 這個都叫諸法的範圍 諸法的範圍 然後呢 所以呢 契禮契基的都稱為經 但是我們可以栽培對經裡面的教育 反射回來 你個人自己要教育成功 所以以通俗的說法呢 經是道路通達的意思 就是你今天要通達佛法 那你就必須經過這個經道路通達的前面 那個別體那個經 你才能夠通達對佛法的了解 所以我後來才知道說我們祖師大德 把他新的報告真的是開悟的嫩言 沒錯 真的 開什麼誤 以後我們再用文字剝落跟大家講解 講解 好 如阿密陀金 金是通體 別體是阿密陀 如金剛金 金是通體 別體是金剛 金剛是不壞的意思 什麼叫不壞 一切境界不會被影響 所以叫做不壞 所以金剛金如果你要達到不壞的話 你就要破四項 不是叫破四項 轉四項 人項 我項 眾生項 瘦者項 你要轉過來 或者瘦者項 所以金剛金 金剛是不壞的意思 哪一種不壞呢 法生之性不壞 金剛金與嫩言金 為什麼在印機上有所區別呢 因為金剛金所面對是四個歐羅漢以上的人的先收 所以有時候我們 我們鳩摩羅斯跳得太快 所以他從十六會單獨換第九會的金剛金 讓我們這個國土都提早練這個金剛金 可是練這個金剛金 你一輩子就停留讀宋 你也不瞭解那個境界怎麼達到 坦白講 因為金剛金是大剝落金第九會 對 玄奘大師把那一會叫做 翻譯名稱叫能斷金剛金 那嫩摩羅斯翻譯 因為我們現在都通用 嫩摩羅斯的翻譯金剛金 我們將來有因緣裡面 如果事先要去看那個第九會 你來跟嫩摩羅斯翻譯的金剛金有什麼差別 因為翻譯是不壞 一個是玄奘大師翻譯 一個是玄奩羅斯翻譯 你來看他們的翻譯的題材是不一樣 所以請他們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讀金剛金 或者對有果位以上的修行者的人 我們都希望他們能夠更上一層樓 所以更花廣大無相之心 嫩摩羅斯他是對出國翻譯開示的 為什麼 因為阿難才出國 聽得懂嗎 我們的開示的 所以我們對於這個 那個嫩摩羅斯的教育 其實照道理越聽應該越比較貼切 因為他獲得對翻譯的那個執著的取向 所以他跟金剛金裡面的 金剛金如果以氏族的評語 金剛金是在對大學生畢業的人的開示 我們嫩摩羅斯坦白講通知 你是什麼根據我就跟你講什麼話 其實嫩摩羅斯是這樣子的 你是小學生我跟你講小學生的話 你是中學生我跟你講中學生的話 你是大學生我跟你講大學生的話 嫩眼睛的教育就是這種模式 以後我們再講大學生的話 我再跟大家提示一下 你們就知道了 所以嫩眼睛是對出國凡夫開示的 然後雖然他們觀念已經對了 可是煩惱還有一大堆 我們還有 因為出國只是斷見後 他的私後還沒有斷掉 所以記住 我們現在聽進文法就是準備斷見後 所以要聽進文法 如果你都火定那個聽進文法的音源 那你見後斷不掉 你這一身血火都用個人的經驗談 聽得懂觀念經驗談 所以很多祖師他們在開示 都是在談他個人的經驗 不一定代表佛陀的經驗 聽得懂 可是你們當然是看不懂 你沒有辦法理解 所以金剛經 所以本經是對我們來說是比較契機又契禮 可是金剛經是契禮的經典 因為我剛才講 你要懂金剛經的境界 你最少要三國以上的人才懂 那個才叫契機 不然你永遠契禮 契禮是什麼 對這個金剛講道理我很喜歡 但是沒有辦法做到 我也希望做到破人像我像重生像 可是在我們凡乎的成績 我們一輩子都做不到 可是對我們凡乎 反而不以欺慕 為什麼不以欺慕呢 因無寵下手 所以別以為無我像 無人像 無眾生像 無受的像 極為菩薩 很簡單 不簡單 因為我才說 你們要當菩薩謀殺 你要犧牲很多我職 不是做那個世間的大事業 叫做菩薩 不是 聽得懂 你要放下很多的人像 我像 眾生像 受的像的盲點缺點 你才有辦法進入菩薩謀殺的 那個水平裡面 聽得懂 所以 讀是簡單 當然要做 卻做不到 當然我們凡乎就是 但是我們 一般人說 讀做不到我們先讀 種善根 當然他這樣說也可以 所以那個眼睛 是否對煩惱眾生 按部就班的凱視 因為對象是誰 阿蘭 記住喔 對象是阿蘭 阿蘭跟我們程度差不多 差不多 比較接近 聽得懂 可是金剛精的對象不是 虛輔底 虛輔底的 那個程度很高 程度很高 所以希望我們同道 讀楞元經 然後我們能摸索到契合自己的路 這是研討楞元經的可貴之處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了解楞元經的教育的模式 那我把我所體會的所認知的 分享給你們 我不是在教育你們喔 我不是在分享給你們說 這一段佛斗跟阿蘭他對打的那個竅門 以後阿你要了解你自己的指走缺點就比較容易 聽得懂 所以你不能把它當作文字的解釋 假如我們今天阿 講經說法一輩子都 都停在那個文字的解釋 我們缺少了應用學 應用學就是說你要去舉例 佛斗講這一段 那我在日常生活那極反三的應用 這時候聽經文法的人 他才能夠極反三的想到 我應該要如果 教育我以前對眼根的指走 那佛斗跟那些弟子的開示 那個模式你把它摸索到 我告訴你你的指走會越來越少 絕對會越來越少 所以我們雖然講25個法門 其實他的目的的一條路是一樣的 轉化指走是一樣的路 不管你用耳根顏通法門 不管你用大四世菩薩的那個見大 大四世菩薩是用見大或者耕大 來轉化他的指走 聽得懂 所以慢慢的包括我們第一個會報的喬成爐 他是用深層就是聽那個車子的聲音 機器的聲音用那個深層來誤導的 聽得懂啊 所以你就看說那個眼睛他裡面教育的那個模式 那你在用功修行當中 你就會煩然大悟 原來以前祖師講的一句話 修行修行在哪裡修 他說在六根門頭修 以前我剛出學我搞不清楚 六根門頭 六根門頭沒有佛堂 以前師父是外反位 所以我們董事執著說我今天要用功要在佛堂 要莊嚴的那個寺廟我去用功才叫做用功 以前師父在外反位的階段的時候就是這麼想法 聽得懂啊 那其他離開佛堂以後都不叫用功 聽得懂啊 可是你這句話會被我們禪宗的祖師給你賞一個大巴掌 因為我們禪宗祖師都跟你講的 一切時一切處 以貌動盡體安然 都是我們修行藏手 怎麼說會佛堂是修行藏手 那個臥室就不叫修行藏手 你在跟人家講話的當下就叫修行藏手 你現在在走路就是修行藏手 你現在走路眼睛看紅綠燈 那個就是修行藏手 聽得懂 你今天在坐地鐵或者公車 一面在坐你的耳朵都聽到叽叽叽叽叽叽的 那個深層的聲音 那個就是修行藏手 聽得懂 那個才叫 所以六根門頭坐下手住就是這樣的答案 可是以前我們初學的時候哪裡知道這個答案 都滿糊裡糊塗 都滿不知道 為什麼被固定的那個外反位的教育給定住了 給那個範圍給定住了 所以這位你們慢慢了解那個嫩緣經的教育 坦白講你的信量會越來越匡廣 現在越匡廣就是表示那個我見越來越減少 你的信量才會匡廣的 聽得懂 希望我們大家讀了這個嫩緣法會 我們一起成長 師父只是把我的那個體驗的那個觀念分享給你們 我還在一直努力去轉我的執著 雖然我轉執著的那個程度比你們進步了 但是還在繼續轉 因為我們有分別我執 俱生我執 尤其俱生的俱生兩個字是最難越過去 分別我執你可以做得到 但是自然而然的習氣的那種分別 你很難發現到 這時候就要靠子跟官來栽培 你要知道 你要靠子跟官來栽培 你那個俱生我執 俱生法執的化解 不然困難 困難的 好 好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普及於一切 我等於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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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好 好 好 你看 在錄影很粘